八寶蔬菜雞根 切好的雞肉 有醃過的肉質吃起來 綿密 更滑溜 我先把雞胸肉 先切成條狀 再把它切成丁 因為我們今天要做 八寶蔬菜雞根 大概多大多一 記得 這個大小你約一公分以下 正方形 好 來雞丁切好了 來 我們今天這道菜的重點 是這個來 我們雞肉要稍微醃一下 等一下再煮這個雞根 那口感 肉質吃起來才會綿密 來 那我就下點米酒 來點醬油 增加它的香氣 稍息的米酒 一點點的鹽巴 先把那個剛才的醬油 米酒 鹽 先把它拌勻 拌勻以後來 慢慢加點太白粉 乾的太白粉 好 雞丁根 煮出來才會夠滑 醃好的雞丁 你也不要馬上做料理 為什麼 雞丁你要再醃 大概醃漬個十分鐘 再來做 那些肉 肉才會鎖住它的鮮甜度 用適量的油就可以了 蔬菜八寶雞丁根 你選用蔬菜 它的纖維有厚 有韌的 所以你先寫那個有沒有 食材比較硬的 像我現在先放了紅蘿蔔 筍子我們就先下筍 把它炒香一下 所以你不是說全部整盤都下去 你也要分層次來加 好 再來下一米筍 這樣裂炒一下就可以了 來 你醃好的雞丁 下鍋炒一下 為什麼 因為你醃好的雞丁 有像這樣炒過 誒誒誒誒 口感更Q彈 為什麼 那個肉你已經醃過了 它裡面的那個鮮度 它的甜度有沒有 是鎖在肉汁裡面 哦 所以口感會更Q彈 哦 更甜啊 哦 一樣 哦 香氣也出來了 來 你入氣就可以加 慢慢去加入你的那個食材 哦 這是 我這是山料 哦 香菇 還有 炒菇 最後你看 我還留了那個 一朵 碗豆夾 那最後再加 好 這樣香氣都炒出來了 來 我們就 加入我們的熱水 哦 整鍋的蔬菜香 還有雞肉香 全部出來了 全部出來了 好香 來 讓我們開始調味 帶點少許的醬油 有沒有 好像高湯一樣 你看 我顏色是要有沒有 淡淡的有點琥珀色 千萬不要是醬油顏色 這會感覺說 你這道菜有入味 好 我們放點鹽巴進去 來 味精糖我都不加了 最後我們將我們的甜豆 嘿 下去 來 因為我們今天是要煮根哦 阿嘴 就勾芡啦 你就是一定要用太白紋勾芡嘛 齁 來 下去 一 一 一 記得哦 火不宜太大 你這樣在攪拌它的時候 有沒有 那個芡汁容易散開 你如果火開得太大有沒有 這太慢下去 就好像有沒有 果凍一樣 拌也拌不開 齁齁 所以它是小火 齁 慢慢的去夾 這樣就完成了 來來來來 蔬菜八寶雞丁根 煮好了 來 我們要把它盛盤了 你看顏色多亮麗啊 多跳得出來 你看 哇 有綠 有黃 有橘色 有黑色 這個重點你還記得嗎 來 我提醒你一下 我們的雞肉要先淹過 下鍋去爆炒一下 煮出來肉質的雞丁根 才會滑嫩